拍戏时令演员崩溃的几个瞬间 当年金刚狼在拍摄时 受到好莱坞编剧大罢工的影响 剧本有些细节不是很完善 比如在剧本里 有关死事的台词 大部分都紧紧标注着 他语速很快收割不停 相信瑞恩雷诺茨看到剧本时 应该是一脸蒙圈相当崩溃 最后所有关于这个角色的具体台词 都是他对着这个半成品剧本 现必演出来的 在《指红王》剧组中 有一小批超浪爱好者 休息时就会一起跑去海边浪一浪 扮演阿拉贡的维果莫特森就是其中之一 但悲催的是 有几次他们浪大劲了 扮演批评的伯伊德弄断过一根手指 莫特森则摔了个乌尔青 凑巧的是 在莫特森负伤的第二天 要拍摩人亚矿坑的戏份 这位老哥崩溃的发现 即便用化妆品盖住了瘀青 但肿胀的右脸怎么都折不住 为了不耽误进度 接下来的几天里 只要有相对静态的特写镜头 就让导演只拍他的左半边脸 如果你有仔细看这一小段戏 就能发现他完整的右脸 几乎就没出现在镜头之中 王家卫在拍摄2046时 根本没有剧本 每天都是临时想一个点子 然后开拍 如此随意的方式 令木村拓宰很不适应 比如某天他告诉木村 你在等一个人 明白了吗 准备好开拍 木村就很懵地追问道 不好意思是在等谁啊 王家卫慢慢悠悠地说 就是等某个人 而更令人崩溃的是 木村拓宰发现 其他人诸如梁朝伟王妃 都好像很适应王岛的随性风格 就显得他是个灵类 但过了很久他才知道 其实别人也不习惯 都是撞出来的 这次拍摄给他留下的阴影有多深呢 哪怕时隔五年后 梁朝伟和金城武去日本 做吃壁的宣传时 他又跟大家一起 吐槽了一遍墨镜王的风格 当年在指环王中 扮演矮人的戴维斯 曾跟记者回忆拍摄时的崩溃瞬间 那天他站在半山腰 看着一人拿着盔甲 一人拿着斧头 一人抱着头盔 一人拿着一双死沉死沉的大靴子 还有两人抬着一篮子戏服 走了过来 大家七手八脚的 给他穿好装备好后 导演走过来说 好了 你可以迅速地往山上奔跑了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戴维斯整整瘦了60多斤 最后甚至要根据他 受脱象的脸重新制作假胡子 因为原来用的那套 已经肥大到贴不上去了 最后补充一点冷知识 虽然他在电影中扮演的是矮人 但在剧组里 他却是身高最高的 足足有一米八五